12月19日YouTube发布了2018全球观看次数最多的TPOPMVTOP10 BlackPink的DD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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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超过5亿的点击次数名列第一位 排行第二至第四的分别被黄带少年团的Fakelove Mike announcer和IDOL-TWICE的Heartshaker Watson's Love和Dansy The Night Away则排在第六、第七和第十 BackPink的DD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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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在发布仅162天就创下了超过5亿次的点击 而且其中94%的点击发生在韩国以外的国家 这也是Blackpink继去年热曲像最后一样之后 连续两年登顶该榜单此外 Blackpink还入选了YOUTUBEREWIND2018 还与Andrea Lagrande、Brenna Mars、Kendrick Leonard等艺人一起入选了YouTube评选的年度艺人 由金智秀、JISOO、金正义、Jenny、小彩英ROS、LISA四名成员组成的Blackpink 自2016年出道就逐渐成为外界娱乐旗下的大事女团 这只一出道就被称为怪物新人的女团团名看似奇怪 其实蕴藏着特别的含义 不要只看漂亮的部分 看到的并不是全部 这一点语堂但少年团抵挡对时代二时代的偏见和压迫 理直气壮地守护我们的音乐和价值观的出发点 有一曲同工之妙 可以说也注定了团体风格的独特性 而在千篇一律的偶像团体市场 每年出道的男团女团数不胜数 因成员们都有四至六年的练习生经历 Blackpink一出道就被附上各种实力标签 被称为高级女团 唱功与舞蹈功底都被广泛称赞 除此之外 Blackpink成员的长相极具辨识度 知乎网友评价其尾看过一遍 MV就能分清了 这在韩国女团里挺不容易的 高辨识度对于出道的新人的重要性 不言而语 成员们各有各的美 自然在无形中成为了他们竞争力的一部分 当然 四人的小团体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原因 作为第四代女团 B-L-A-C-K-P-I-N-K 2016年8月8日 发布出道专辑 Bumbayan 主打曲 Wizzle 发行四个小时后 就在韩国所有音乐网站的热门歌曲榜夺得冠军 并与另一主打曲 Bumbayan 一起占据了美国 Dilbert全球数码音乐榜一至二位 Wizzle 在八个音乐网站周排行榜冠军 成为是首该以出道曲创下这纪录的女团 随后更凭借屏Wizzle 获得人气歌谣一位 创下韩国女团最快获得一位的记录 2018年11月 出道两年后再次回归歌谣圈的Blackpink 发行了专辑Square Up 单曲DD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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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V公布24小时 就创下3371万的点阅率 在YouTube创下全球女团MV24小时内最高点击率 在韩国的各个音源榜上也持续居观 Blackpink也凭借这首歌打入了与美国的Billboard 日本的工信榜 并称为世界三大音乐榜的英国Official Chart榜单 成为了史上首歌打入该榜单的韩国女团 而作为RN1后YG时隔七年后 推出的新一代女团 Blackpink的资源和配置都相当不错 过其中金珍一在练习生时期就曾与全智隆进行过合作 今年Blackpink更是与英国歌手Dolip合作 参与配唱齐十月推出的新专中的歌曲KISS KNDM KUP 但在人气持续走高的当下 网络上对于粉丝捧杀Blackpink的声音也此起彼伏 目前来看待新女团时代 Blackpink完全是具备未来女团中间力量的一支女团 而面对国民度超高女团TWICE 准硬